好这样子啊主要是感谢Lilia这边分享 我们也学到很多东西啊 因为确实我们做亚马逊的 跟做市场marketing的还是有一些 相似度 但是也是有很多完全不同的一个挑战 或者不同的一些视野跟观点 可以说就是说是 Lilia可能看到的东西会更广一点 那我们可能会更聚焦一点 是怎么去做亚马逊 然后我们会去看接下来我们怎么做 是这样子 所以说就是说希望今天我跟Lilia 主要是Lilia这边的一些推介介绍之类的东西 然后结合我自身的情况 我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们2020年到底应该是怎么去做亚马逊 那我们确实有碰到很多挑战和机会 那么2020年的话 其实我们先回顾2020吧 2020这一年的话 其实是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包括我们本身自身在做的经营的时候 我们对这个crash吧 我们会很不确定 它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呢 它的上半年是跌宕起伏 下半年我们觉得是高歌猛进 然后又到了今年 让我们感觉就是未来 就是我们不确定 我们对太多的未来会有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想法了 所以这边的话就想结合一下我自己对今年的一个思考 跟大家去一起去聊一下 那2020年我们应该如何做好亚马逊 我们的挑战跟机会会在哪里 那么我们能明显看到是今年最大的一个重磅消息 就说是我们的姐夫贝索斯 他即将卸任CEO Amazon的CEO 然后那么我们就在想Amazon的CEO如果是换了 那么他整体的风格会不会有大的变化 那这边也是我们一直在想的一个问题 那最近有个很小的标志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啊 因为在我看来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都应该是有那个Amazon那个app 对吧 他的app是一个原来都是一个小的购物车 后来给他改成了一个黄色的一个box 那大家如果看到后觉得反正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怎么样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包装一开始看起来挺丑的 后来我在我在想亚马逊深层的含义 他到底是说为什么要把一个购物车改变成一个一个box 当然这边的话就他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自己的想法 但是我能看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真一点啊 大家可以去看他那个box最早时候出来的时候是胶带的几个线条 等于说他的边缘处是有一个冷尺的 无非就是Amazon出来之后呢 被很多人批评说他这个标那个如果不好看 那么他就把它给改成了现在折叠也折叠起来的一个角 这个是呃一个很小的细节啊 但我在想就是Amazon他现在公司去年应该是已经做了蛮大的 很多人现在呃大家都知道就是说 在很多人是去抗议Amazon 说Amazon会做各种独裁的东西 然后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Amazon现在其实整体现在面临的一个成长是非常快 他他们的成长过快他们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 所以就是说呃我们再看 那Amazon今年他们到底是前景是怎么样子 是依然会像之前过去的那么多年一个高速增长呢 还是说今年疫情之后 把他将来的这种潜能全部给他释放完了 所以导致Amazon会进入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期 甚至就是说可能会比今年会下降这样子一个一个趋势 但是我们到现在都还是在在判断 那么接下来我个人判断 我觉得嗯未来可期 首先呢就是说我们今年如果是今年做M卖家的话 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挑战就是呃这个 亚马逊开始要求要求卖家去购买保险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 他大概去讲法就是说连续三个月销售额达到1万美元之后 卖家需要购买至少100万美元的商业保险 未购买保险可能导致无法销售 对吧 同时还要把亚马逊以及受让人列为共同被保险人 然后要求是今年3月15号前提供这个证明 那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我们也去看了很多 他其实并不是针对所有的类目都会提出这个要求 他是针对一些类目的一些卖家 所以说并不是所有卖家都有收到这个通知 但是我们能理解到的是将来亚马逊做起来 肯定会做越来越做的更正规化 那我们一直在我们在本身 因为我们公司主体在美国 所以我们看来就是我们所有销售东西 我们会去买这块东西 也就是说在美国本土卖家来说的话 其实都在遵循做这个事情 但是亚马逊很多中国卖家 他们其实是没有去做一个东西 他们的整体经营还是比较粗放型的 那当亚马逊开始要求做这一个购买保险行为之后 那我相信亚马逊的不久将来 对卖家的要求一定会逐渐的加强加深 为什么是这样做呢 因为我不讲紧是亚马逊本身的一个压力 我觉得政府层面这边也会给亚马逊很多压力 去做这个事情 也就是说2021年开始 2021年开始亚马逊整体的规范化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调整 应该是对卖家来说还是越来越难 它不会像以前过去那个时候的舒适区债 那包括我们能感受到的就是 基本上今年已经所有的亚马逊的 就所有的州已经开始对亚马逊的产品进行收税了 然后加州那边会有更多的一些东西 那这个自然而然就说 我们亚马逊接下来肯定要碰到这样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根的就是2021年1月份的数据 亚马逊70%的新卖家是来自于我们中国 那我们就在想就整体亚马逊 它现在增长的这么快 然后又为什么会有70%多的新卖家是来自于中国 那按理说我原来在想 我说亚马逊这边它是中国人是很多 但我没想到它有这么多 另外一个疫情给美国照来的影响 其实是已经释放了相当多的一部分劳动力 那这一部分劳动力 其实很多人应该是可以进入亚马逊市场的 那为什么反而中国依然占了绝大多数的这个新增卖家这一块 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说是这么三个原因 一个疫情助力亚马逊销售暴增股价上涨 那么去年亚马逊的整体的增长是喜人的 可以这样讲 我们可以讲一个特别好的例子 去年卖的最好的几乎任何一个产品 在亚马逊销售全部卖断货 因为疫情大家都不出门了 所以就开始都是在网上购物 那今天举个小例子 我们今天出去买东西嘛 然后在付款的时候 我就习惯性的用手机去进行付款 用那个Apple Pay去付钱 然后旁边一个老大爷 然后年龄是走路已经有灿灿巍巍的了 他在不经历之间走到我这边过来 问我说我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可以用手机把这钱付掉了 然后我们就会说 这是一种新的一种那种付款方式 在他看来的话 他说去年他有去试试了很多电脑东西 他自己家里现在也买电脑了 也要做这个东西了 那从这个小细节来看的话 其实疫情让亚马逊的销上暴增 也让很多美国本土的一些人士 之前不怎么购物的 或者是之前不购物的人 全部习惯性的去亚马逊购物 并且亚马逊购物的体验也是越来越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亚马逊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说是亚马逊把退货这个行为 做得更加简单了 以前退货还要经过卖家的统一 现在退货已经不需要经过卖家的统一了 那这样子的话 整体来说亚马逊整体的销售体验又非常好 那导致他的他的买家人数也会在激增 所以去年的话 就是说疫情助力亚马逊增长非常非常的快 然后就是中国疫情的控制 让生产力得到释放 中国是全世界疫情控制最好的 那么然后就是去年其实一整年 大家都觉得中国整体的外贸会变差 没想到去年整体中国的外贸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生产力的释放 然后更多人在在疫情中得益 那么他确实能引起很多人去关注这个行业 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的 为什么今年有这么多亚马逊卖家 去新增在亚马逊上去 那我们觉得亚马逊去年是让大多数亚马逊卖家收益的 甚至就是他们有很多都是已经盈利非常好了 那从一个侧面的例子看出来 就是说我们明显能感觉到 中国地区的亚马逊的这部分 就是招人的这个扩张是非常迅速的 亚马逊在中国的一些运营的工资成本 在去年已经翻了很大一部分成分 那为什么呢 那一个是大家都在去年应该已经已经发展都不错 然后呢 然后今年还有摩拳插角准备拓张 所以很多人就已经进入这个行业 就是说想要招兵买马 然后去年又有一些资本的沉淀 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更多的一些原来没有做亚马逊人 但看到他们这些去年做亚马逊人赚的盆满钵满 这部分也会涌入进入亚马逊这个行业 所以导致于这部分的生力竞也加入到了亚马逊的行情 然后第三步是原本在亚马逊行业里面做运营的或做其他业务的 他们会觉得今年我们公司赚了好多钱 他们这部分会处理独立创业的这部分也有很多很多 那这样子这三方的一个增长 原本的增量加上原本不应该现在 就是原本就其他渠道人的都会讲 导致于整体亚马逊 它的增长是非常非常快 所以说我们觉得今年亚马逊的话 它的整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我们怀疑今年亚马逊增长肯定是没有去年那么的强 但它的卖家的涌入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多关注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能看出来 就是投资市场现在对亚马逊收购的资产蓬勃 亚马逊店铺对线速度更加的快速 那我们能看到很多实木股权公司 他们对亚马逊的第三方卖家的投资是日益火热的 他们已经开始就是说 因为去年整体因为钱很多 很多钱去年 政府也就各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放水 那么钱很多钱去哪里了 今年我们的明显感觉到的房市在增长 股市在增长 原材料在增长 如果大家有关注原材料市场的话 今年所有的原材料都在增长 美国你现在还没有特别快的体验出来 但是在国外的话 什么钢铁石油这些都在增长 那这样子增长之后 那么很多热钱他不知道去哪里 那么投资市场现在就看去年整体的电商是春天 所以很多人对电商这块他就开始投资 那么亚马逊这边的热钱就会涌入了 然后亚马逊地商卖家的销售叙速增加 他需要资本界补充弹药 为什么呢 因为亚马逊他是一个 生意他整体来说 他的利润率其实跟其他行业比起来 他是比较低的 他没有那么高的 尤其是在一家公司进行高速增长的时候 那么他的资金是不够的 那资金不够有一个最简 最简单就是去拿钱 那去哪里拿钱 很多很多卖家 现在就很多很多有钱的渠道 比如说银行是吧 他们是不愿意给钱给亚马逊的 我们这边也就碰到一些情况 就是说你如果是一家公司去找银行去贷款 银行是愿意贷给你的 但当这家银行他知道你是一个亚马逊的卖家的时候 他会打上一个question market 就是他不相信你 他不愿意带钱给你 所以亚马逊的第三方卖家销量增加的同时 他缺钱 钱从哪里来 银行不给钱 银行很难给钱 因为这个亚马逊整体这个行业还是比较新的 银行他们要控制风险的 那他们不愿意去那这个时候有资本的记录 他愿意去提供这些资本给亚马逊卖家 那亚马逊卖家当然是愿意做这个事情 因为他想去拓展 OK 这边跟大家讲一下 可以亚马逊他本身有提供一个叫amazon leading的一个 一个贷款服务 然后你他会根据你的销售会给你做三到六个月 甚至12个月的一个贷款他的他的总的贷款的利率是百分之十十四吧 但我看近期他已经把这个价格东西给他放下来了 所以说在资金这边现在是很多 然后呢行业进入洗牌阶段 初放行的卖家现在急需套现离场 就是说很多美国本土的一些卖家 或者是其他一些卖家 他们只是纯粹放上去买 他并没有经济化经营 甚至他连自己的利润都不一定算得清楚的这些卖家 他们以前活得很好 但现阶段行业的快速生涨 导致于这些卖家他跟不上速度了 然后又有一些资本介入的话 他们就趁现在套现离场 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推出机制 我看到目前行业的一个文件 他们对亚马逊的 因为以前大家对亚马逊 第三方亚马逊卖家店铺的估值 是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的 那现在流露出来一个比较多的一个标准的估值 就是说针对亚马逊卖家 他们给出的估值是你每个月的回款 比如说你这个月 它并不一看你销售额 它是根据你回款来 你这个月销售额 销售额比如100万 但你回款可能只有20万30万 对吧 那你回款30万 他们以你的回款的10倍到30倍的估值 对你的店铺进行一个收购 那这是一种形式 而且是比较新的一种形式 但是这样子 也就是说能够让亚马逊很多卖家觉得兑现是更加快速 所以说这部分是亚马逊今年值非常好的机会 也是让很多人更愿意进来做亚马逊的一个原因 然后我们能知道小米最近的一个最新消息 小米已经在收购了我们亚马逊一个非常大卖家的股权 那么导致于更多的卖家进入入场 那行业大佬开始布局亚马逊 亚马逊即将进入高速增长期 因为当行业的一些人 他们进来 就是小米 这是我们能看得到的 那我们知道网易已经很早的就已经开始在美国这边做了 这些行业大佬在布局亚马逊的话 这声明跨境电商 尤其是亚马逊它即将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期 因为我相信就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视野可能看得不够远 但是那些大公司他们的视野会比我们多 他们很多开始进入布局这块的话 我们相信亚马逊后期的增长会强尽有力的 然后因为各个行业大佬进入 本身亚马逊的卖家的喷勃增长 所以跨境生态现在更加多元化 助理小卖 助理小卖叫快速增长 怎么去证明呢 我刚卡住 跨境行业生态更加多元化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可以目前能看得出来的 针对亚马逊的各种各样的服务 现在如雨后春水的在增长 那我们能知道以前最早是收款渠道的一个服务吧 有各种各样的包括一些中国本土的一些银行都已经在做这块的快进收款的业务了 然后第二个各种各式各样的ERP的软件 现在在做非常大的挑战 很多都已经拿到了投资准备上市了 然后是各种各样 大家能明显感觉到去年随着跨境电商的增长 整个国外的海外舱的形式是分布发展的 基本上一库难求 很多电卖家他们因为亚马逊现场货去哪里 没得去 只能六项到美国 因为路舱速度非常慢 所以海外舱的需求暴增 那导致于这一块的业务现在是做的越来越受 以前的话可能海外舱 它其实有些就是很基本的海外舱 那现在海外舱基本上他们都用了他们自己的WMS 对吧 然后他们用了自己的各种各样的科技的注入 这个海外舱 所以导致让卖家以后的生存环境会做 会变得更加的舒适 然后各种各样的软件能够让你做 包括现在很多软件 它可以直接帮你把所有的成本跟利用算得干干净净的 你可以靠你的这一块软件 能够知道你整个销售的一些变化 甚至有一些AI的元素进入 我看现在很多 本土的一些软件商 他们开始提供了帮你怎么去在Amazon自己去打广告 那我们有些时候也测试过一些这些软件 甚至有些软件真的是 它比你自己去操作 效果还要好 但是极个别情况下 依然现在为这些软件还是比较笨 但我相信不远的将来这块会做的越来越好 所以我会觉得就说2020年亚马逊会很难 但是随着所有东西高速在增长的话 我相信今年亚马逊一定是长足的增长 但是我们面临挑战也会越来越多 回顾过去 从亚马逊开放第三方卖家平台以来 我们每一年都说 今年亚马逊会很难 但是回过去看 其实我们又想想看去年比今年简单 也就是整体这个亚马逊的行业 它是高速增长的 那我相信如果是你有这方面的想法的 我想大家尽早录车 因为明年一定会比今年更难 那如果说你现在上车 现在去习习去做亚马逊这一块的话 我相信明年会给你带来不一样东西 当然不仅仅是亚马逊 整体的电商这块发展都是非常快的 我目前能明显能感觉到 沃尔玛在这方面投入也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它整体节奏依然没有亚马逊那么强 所以呢 我想大家如果对电商这块有兴趣的话 要多多关注各方面这样的消息 沃尔玛这边能提供很多的 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消息 可以各方面去总结 我们希望做所有做电商的这边的华人 能够团结起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 我空过来 像个币 我空过来 回去 一下 我做这些 我想